看一隻萬千景象 亦都會是香港杯的 備受注意的馬匹 這隻馬的身形 真的很吸引 馬身不瘦 腳法亦都很齊整 利落有力 雖然跳得慢 但這隻馬都很爽 沒有半點拖泥帶水 看見這隻百威勝 將會跑這個香港杯 因為 早兩天下雨的關係 這隻馬都沒有做快跳的功夫 出來都是走走走 和人做Center 現在看見他一直在走花皮 這隻馬身不瘦 神態也很淡定 亦都會是 今年這場香港杯的主角之一 接著我們看看這隻百威勝 應屆的女皇杯 民主 再度來到香港 欠這場香港杯的一級賽 沿鐘當 就慢跳 不是說真是 很快的功夫 走上來一個神情很集中 衝一下一隻馬 一碗換腳 這隻馬身形很飽滿 雖然功夫不是很快 但你看見這隻馬的提姿 也是很漂亮 好 接著看看這隻百威勝 操練完回來的鏡頭 馬身真的很飽滿 這隻百威勝 操練完回來 這隻百威勝 很柔軟 似乎都是空有成竹 這次是易配范易龍 相信他發揮一定在莫雅之上 好 裡面是行話一句 外面的花很圓 行話一句很漂亮 接著看這隻就是星光吹燦 法國代表馬將會跑這個香港杯 在我們面前 三腳跳 我掃完這隻馬的後裝肌肉 不是說真的 刪得那麼飽滿 一人看看他回到直路 快跳的觀感又會是怎樣 接著看這隻星光吹燦 快跳功夫又怎樣 今天跳三段 回到直路 好 雖然他後裝 不是說真的飽滿 這隻馬 但是我看見他前腳的步頭 都出得很大的 勁度雖然不是說很強 但是總算都叫劉昌 好先生做了草地的快功夫 今早在內圈 翻腳跳 這隻腳的 姿態都是很雖然淡定 狀態一定是好的 接著我們看看日本代表馬 尾酒皇后 將會跑香港一杯的賽事 如果大家有看過日本的 那一場 三百二世杯 都可以見識過這隻馬的速度 都是很重要的 也會是這次香港杯 在前面主宰整個步速 現在看這隻馬在慢速 準備做一個快跳的功夫 近眼看上去 因為他鋪了一塊馬布 身形是這樣的 他不是很粗壯型的馬 但是身不是瘦 是很高的 以馬女來講 他的神色都是比較輕鬆 半點都沒有緊張 初步的觀感不錯 後面尾酒皇后也是跳三段 這隻馬 下腳很輕 是一隻很輕身的馬 雖然整個口水泡 雖然整個口水泡 這隻馬 提枝也是很輕巧 給我的觀感不錯 這隻尾酒皇后 看看這隻灰馬 就是突塌佳壤 這四隻都是法國的代表 接著那隻就是 溫興之家 艾沙尼達 最後那隻是 大利來 是的 對 謝謝 各位